157 香港相報、酒店餐飲或恩贈瑞軒倒閉潮 2015年7月14日《重要新聞》A03 希臘政府前幾天才剛剛推出新的改革方案 但當地的旅遊餐飲等行業已感受到汗衣 在距離雅典一個小時路程的一個黃金海岸 昔日遊客嘻嘻樣樣的局面已經不見 現在者逢青茅埋L一人 那些喜歡曬日光浴的人們由於擔憂經濟將崩潰 紛紛都選擇代在家瑜X門 據報導 目前這個海灘上僅有十幾個遊客 海灘店經營者克羅姆表示 由於生意不好 他今年不得不遲掉了三位員工 他擔憂為換取債權人第三輪高達數十億美元的經濟援助 希臘承諾將進一步實行高稅收計劃 酒店行業也在稅額上條範圍之內 而如果這項方案真的施行 他以及其他依賴旅遊業生存的店家可能都不得不關門停業 賓館機票大降價據悉 該計劃已吸當地以旅遊業衛生的企業帶來沉重打擊 希臘旅遊公司司徒以降價吸引人們忽略 目前希臘國內食物 約密和現金短缺的現實 旅遊價格最高降幅達百分之七十 據Skyiskinner網站報導 英國往返希臘機票的平均價格本月僅為二百八十美元 去年同時期往返飛機票價格為五百一十九美元 除了空蕩蕩的航班、旅行公司環面臨橋、偶稅、酒店低入住率的威脅 包括湯姆森、第一選擇等大公司在內的旅行社 紛紛降低了別墅租價和賓館價格 很多甚至比原價的一半還要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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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